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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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 球隊的 最近的境況跟狀況 沒有到那麼理想 可能會想要稍微拐哭一下 然後 從那裡學長那邊 就是他有買那個 那種尖叫機 那種玩具 因為一直在輸球的氛圍 可能球隊的氛圍沒那麼好 然後他就希望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讓大家上了場 還是可以保持有信心 然後開心的心情 所以才會有先發的野手 然後口袋就拿著 他準備的尖叫劑 就是代表危機就是轉機 沒有這個idea應該就是 那也跟程維他們想的 就是希望就是可以 因為前陣子可能氣氛沒有到很紅 就是一直訴求 然後他們就希望用這個東西來 讓我們的氣氛變好 其實當下還不錯 其實就是換一個心情一下去做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前面就是有拿好幾隻吧 然後就看誰要去拿 他只有拿一隻又要把他放在口袋 也是告訴自己保持 比較正面的一個心態下去面對 不管現在的處境有多麼的不好 就是還是要保持一個正面的態度 然後這次機器 叫起來真的滿吵的 其實之前家裡也有一隻 已經被我太太丟掉了 一直按的時候真的很早 但是就是 當大家改變那種心情 去面對比賽 我覺得也說不定會獲得 不一樣的一個效果這樣 就我看 我們現在球隊的狀況也不是很好 就近期啊 因為輸球大家氣氛一定不好 對啊 那我那時候就想 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讓大家就是能夠 心情好一點 然後放鬆點這樣子 就不想要跟人家一樣 然後我最近就看到那個YT上面 就有那種尖叫雞 然後綁在腳上 猛臉 然後就是打人這樣子 對 然後就轉雞 我們球隊需要轉雞 然後就把那個雞買過來 一開始想說 先發人就一人一隻 然後放口袋 然後打一打 就拿起來按兩聲這樣 讓他叫一下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算了耶 很像不相關棒球東西 我們還是不要帶上去好了 對啊 然後後來就放在休息室 其實就是要激勵大家 然後讓大家能夠快樂一點 前一場在新莊的時候 他就 他包包裡就拿著一袋 然後他就 說 欸 今天要拿一下 對 然後我們就 想說可能 夜館開一下 就是 鏡框沒有到那麼理想 所以就 聽他的 因為那個聲音就是 很可愛 然後你按久又會覺得 很焦慮 就是 那個聲音一直在你耳邊這樣子 對啊 他就是一種 營造團隊的 休息室的氣氛氛圍 然後 就是上個場的選手 會比較 大膽的去拚 就不會去 怕一些 害怕一些失敗 不會特別按幾下 就是 玩一下 壓一下壓一下這樣而已 回來得分的時候 學長他們就會 一人一隻在那邊按 然後擊掌這樣 就是有療癒的感覺 因為 一直在 一直在 比較沒有那麼 舒服的一個氛圍 稍微 轉換一下心情這樣 就把它放在口袋啊 就是可能 在緊張的時候 可能按個兩次啊 他就可能就叫你不要緊張 哇哇 亂叫的 對啊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換一個心態 現在都還在我包包啊 你那些拳雷掌回來的時候 有拿 忘了的時候回來忘記 可是我自己有放在我的那個 口袋 我是有帶小指的 他們後面有升級版的 大指的 其實每個人 未來手上都蠻開心 因為 大家就是 可能 一開始 出現嘛 大家就來就按一按一按 看起來有沒人在按 不過我覺得就是 讓整個氣氛變好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蠻好的 他們有一個好好的想法 他們的 idea 讓我們 球隊這個 慢慢活絡起來 欸 道具喔 好像是第一次欸 對 那他們之後去做一隻 更大的支人 可是之前是有送娃娃啦 全員打娃娃 可能現在好了 就沒有了 要不然就送雞好了 現在國外也其實也 越來越多嘛 可能對上自己講好 其實還蠻特別的 胖哥過幾天又買大支 我還想說小支的 放個口袋 對 然後後來 胖哥說 我要去找那個大支人 然後他真的去買那個大支過來 對啊 最大支那種 很吵 有啊 一定有差 一定會有差 對啊 就是一開始大家覺得 還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然後打幾球來 會比較 會因為近況不好 然後球隊氣氛不好 然後 變得十七成熟這樣子 那誰在熱中晚啊 蠢蠢會啊 第一天是要先放口袋 然後我們就 跟著放口袋 啊沒有拿出來這樣 但是會還蠻開心的 你們會不會自己也有討論 想說之後又要加什麼東西 那就給你們期待一下囉